2009年11月的一天 孙瑞峰老人在西安的家中浏览网页时 无意间看到这样一条信息 我叫吴建成 当十一师三十三团 吴建成这几个字月入眼帘 孙瑞峰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他毫不犹豫的 照着网上提供的号码拨了过去 我说你这是不是吴建成假 他说我就是吴建成 哎呀我说吴哥 我说你还记得我谁 他说你谁呀 我说孙瑞峰 他打过来打过来这个电话呢 一接是特激动 哎呀当时好半天我听了他没说话 哎 我说真是 就是孙瑞峰嘛 孙瑞峰 一个我 一个黄德华 就刚才给我彩色照片的人 找他找不着 孙瑞峰也是个四川兵 四川兵 接到孙瑞峰的电话后 吴金城第一时间就把孙瑞峰出现的消息 告诉了在北京的战友吴宝来和黄志忠 接到了孙瑞峰的电话 当时我拿着手机 眼泪就下了 我说这什么战友 部队的感情 通过战争的感情 那是不一样的 打完电话 我喝了起码有三四两酒 一晚上没睡觉 把我激动点 孙瑞峰今年67岁 加入陕西西安 他曾经是一名军人 1962年作为解放军 十一师三十三团的一名战士 孙瑞峰参加了中印自卫反击战 这之后呢 他复原回了家乡 被分配到了铁路系统工作 直到退休 很多年以来 孙瑞峰会时不时的 常常想起一个名叫吴金城的人 他们正是相识于那一段战火硝烟的岁月 相处了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就各奔东西了 可是几十年下来 多少事都模糊了 多少事都被淡忘了 就是这个当年和他有过 不过几面之缘的年轻人 却牢牢地占据着他的回忆 而让孙瑞峰 感到有一点吃惊的事 在不久之前呢 他终于和一些战友们重聚 那时候他才发现 其实不只是他自己 对当年短暂的那段战场 岁月念念不忘 也不只是他自己 有着一辈子都想寻找 或者反复在记忆里追寻的那个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 印军不断蚕食中国领土 为创造中印边界问题 谈判解决的条件 1962年10月 中国政府决定 对印实施自卫反击作战 此时在西藏首府拉萨 和一批特殊的士兵 突然接到了作战命令 他们是包括吴金城 吴宝来 黄之中在内的 100名来自北京的高中毕业生 1962年10月初 石医师接到作战命令后 先期抵达日喀泽 在此等待人员和弹药补给的 33团七连战士孙瑞峰 见班长带着一个陌生人 朝自己走来 这个小伙子正是吴金城 和他同时被分配到 十一师七连的学生兵 还有吴宝来和黄之中 1962年11月10日 十一师33团奉命深入地后 配合主攻部队对敌进行内外夹击 危机四伏的密林峡谷 吴宝来和自己的班长杨若全 开始渐渐地熟悉了起来 杨若全是我们的老班长 他说你打仗就跟着我就行了 我扎你走就你就走让你跑就跑 有印象最深的就是过那个炮区你知道吗 他就拽着我 炮外线都挖的 全部都不知道咱也不知道该往哪跑了 反正就拽着你就跑 当时我看见一个一个房间是 背那不弹机的一个人就就被炸死了嘛 急行军七天午夜 十一师穿插部队一路向印军后方突进 路上遭遇了敌军密集火力的拦截和封锁 在突破了敌军一道封锁线后 七班班长杨若全发现刚入伍的学生兵吴宝来 突然不见了 七岔几十里的路 搞不上了 谁不都没想到班长带一个战士来回来找我 找我了以后呢 等我走回来后边突然密集枪声 班长杨若全在寻找吴宝来的路上 发现印军已未遂而至 情急之中他把手榴弹投向了敌军 他就扔了手榴弹 土灯呢就拿那个冲锋枪打 当时打死了大概九个 当时我也不知道回来找我 等我到了联队以后 让班长找你去了 我才知道后来枪声 我一听到后边枪声 他上来以后一说这事 感到这感谢一辈子 先开始 入伍不到一个月的吴京城 在穿越封锁线的七天午夜里 很快和战友孙立峰 郑少春也熟悉起来 我当时很狼狈 我毕竟背不动那么多东西 你想背那么重的东西啊 那个六几十斤的东西 兴军呢 首先对腰受不了 那人到底不一样 年龄也小嘛 再一看吴京城 那像大哥一样 在前面有时候你走不动了 人家还帮你拉一拉 或者干啥 那你能不感动吗 对吴京城的这个印象 特别深 两人关系真是 反正我不知道他怎么感觉 我真找到好像 他真像个大哥一样 确确实是我从内心来讲 我感觉对他很深很深的 孙瑞峰 吴京城 郑少春 吴宝来 黄志忠 几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 在战火中相遇 并一次又一次的 共同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 郑少春呢 这个人算是比较直 说我死也得死到前头 我不会给解放军丢人的 我们一架炮以后 一打敌人发现我们是炮 火力就封锁我们 当时郑少春就这打进去 动都没动 吴京城他们这个牌 就在我们前面很近 超过十米 架炮一抬头 一枪打在脑袋上 当场就不行了 我在望里压子弹的时候 手中了一枪 卫生员就过来 给我包扎 包扎完了以后 就把我拽到一边去了 拽到一边 说别动了 这动作太危险了 然后就讲 那正好车都牺牲了 战友们没有想到 几个人在战场上的相遇 竟是如此短暂 以至于在有人倒下去的瞬间 他们竟喊不出战友的名字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我给你一个照片 这个照片是他当时给动 特想找到他 40多年了 经历了短暂的战场岁月 33团的战士们各奔东西 孙瑞峰从部队转业回西安 吴金城吴宝来 黄志忠回学校念初 老班长杨若全随部队调往新疆 此后战友们也就断了联系 直到前一段时间 无意之间的往上相遇 才让几位战友得以冲锋 不过呢 他们至今还没打听到 有关老班长杨若全的消息 如我来说40多年了 他最想见上老班长一面 然后当面和老班长 说一声谢谢 黄志忠只要有一机会到西藏 他就会去 泽当的烈士陵园去看一看 那场战争虽然只有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而这些战友们 彼此之间的相处 或许也不过是 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 可就是那样的一些个瞬间 在当年年轻的战士们心中 深深地炸架了根 从此绵延一生 孙日风是给我打电话 一个是打电话 再一个是在那个镜头说那话 使我很感动 他说我在一生当中 对吴金城印象是很深的 也不知道他怎么样 其实我 虽然没在那表达 我也很想他 我说既然说到这个份 我说我一定得去看 忘不了 我去山南 每次只要过那 就要去烈水陵园 看望 7888部队 33团的那些牺牲的同志 忘不了 我叫不了 明镜像画费 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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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振杰是一位参加过中印自卫反击作战的老兵 他手上拿着的那张照片拍摄于半个世纪以前 照片上微笑着的三个年轻人 分别是他还有另外两个战友 张维浩 王鹏辉 三个人同年入伍又是老乡 恰好又被分在同一个连队 自此就成为了无话不说 关系最为亲密的战友 而在参军的八年时间里 他们随着部队从甘肃到西藏 共同经历了艰苦的剿匪岁月 感情越发的深厚 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八年之后一场新的战争 来到了他们面前 而一段短短 十天的战场岁月 却将他们的人生 退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1962年11月20日 中印自卫反旗战 在克杰朗地区大响 袁振杰所在的十一师33团 向西山口发起了进攻 战斗结束后 袁振杰在一处悬崖下 发现了战友王鹏辉的遗体 有落的时候 这个街上咚咚咚鸡响 就抛站过来 这个街上有个大石头 我就靠在那顿着 顿着一会儿 可爬 就把它往处拉 弄不好的话 既然又开始了 开始就爬过来 可又在那顿着 这都天黑的才拉出来 袁振杰试图将王鹏辉背回营地 却发现黑夜中 他根本找不到攀上悬崖的路 于是袁振杰坐在王鹏辉身边 在安保保护身边 只剩下心 我也是 SUB 是 我自然而知 我 想不想不想不想了 我 想不想不想 KO 说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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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背后更多的故事都将成为老人自己一个人的记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几等宫啊 三等宫 打印度的时候 那您是听说您还富商了是吧 那跑到车 车来点点好了 小妹和大爷点 没有奖学 留学费还可以使钱 没有个啥意思 雷应俭没上过学 不认识字 平日里他不读书也不看报 但有关中印两国边境问题 他非常关心 尤其是中国藏男 他对至今还在印军实际控制下的 那一片中国领土格外关注 那地方 杀地方都去过 杀地方都去过 像那地方就个超 平时的这个家乡事 像一群儿干的 那地方涨了 这个好像是折下回来的事情 有时中萌中萌的大声 提到中印边界 雷应俭有说不完的话题 那是1962年冬天 喜马拉雅山的枪声不断 两国军事冲突逐渐升级 10月20日扶晓 雷应俭所在十一师33团 按中央军委命令 开始在达旺邦迪拉一线 实施对应自卫反击作战 你要跟我去 你对了你把这个手刺板给它 给我卡好 把这个菜给它卡好 我没有去 我上战场了 我上个舞台了 我上个家都不才去了 为了表示自己上战场的决心 不会写字的雷应俭 请占有代笔 写下了全班第一份请占书 雷应俭咬破手指 在请占书上按下了手印 随后他作为吹石班战士 随部队传插到印军后方 邦迪拉一线 那个火锅里面 拍这个片片子 拉到辞职链接口 就能少 你还给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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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钱 订阅 明镜 订阅 感谢观看 时间把战友们的尸骨重新安葬之后 辗转回到了阔别七年的故乡 回到雷家村 雷应俭开始参加生产队里的集体劳动 务农期间 雷应俭发现 此时自己的腿脚 已经不能再适应重体力劳动了 特疼 特痛呆了 过降的时候 雷路当母将过降的时候 开队手上说咋了 把衣服淘了 淘了过 又是个病 那病咋了 又是连衣服过去 连衣服过去以后 个别连衣服过去以后 都连衣服去了 33团有八个战士 在返乡后 做了截肢手术 雷应俭虽保住了腿 却落下了终身残疾 1985年 雷家村实行连产承包以后 因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 雷应俭一家人的日子 过得异常艰难 我问一会 我说 哎呀 鬼叫把你给人央 那是快啥的 那我可以 我可以嫁下人的 快的就是那个 把故事聊得 西藏 那些人快的西洪 那这还有嫁下的人的 有些人还唱的心 那是嫌啥的 那就是跟四伙俩 咱们都为革命的母,为自寻侯呆的母 要给也行,不给也行,这个想法 没有啥那个 这都是从当兵的时候带回来的 这是什么?毛巾 这是立功的时候发的毛巾 立功发的本子 立功发的本子 我们在采访中印自卫反击战的老兵的时候 很多老兵都提到过 说战斗结束之后呢 慰问团给他们每一个人发过一套纪念品 说起来这纪念品也特别简单 就是一个笔记本,一条白毛巾,一个汤匙水杯子 因为年代那么久远了 所以几乎没有什么老兵把他们留下来 可是在雷硬简家里 我们非常惊讶地发现他完好的保存着每一样纪念品 尤其是那条白毛巾还非常非常的信 一点也看不出来 已经跟随着主人度过了40多年的岁月 有关中印自卫反击战后人有很多种评价 有关中印两国边境上的领土问题 至今也还在争议当中 也还在谈判当中 而那些曾经在这一线上浴血奋战的老兵 对他们来说半个世纪之后 恐怕不再有什么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了 但他们却仍旧像以往一样 关注着青藏高原 关注着喜马拉雅 因为在那个地方 在那片土地上 他们也埋过战友 他们走过青春 我是一个兵 来自老北京 达到日本 勾想到消灭了江飞圈 我是一个兵 爱国爱人民 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的航空家庭 海海海强战我的亲眼睛他的亲 谁敢发动战争 解决大家不留情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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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